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手 那个高手 那么最早呢 舒晓晨在2014年初始 明将就是刚出道 到2015年短短一年的时间就拿到了明将的年度争霸赛的冠军 可以说这个家伙是一个天赋型的选手 他比年龄比较小嘛 天赋加上后天的努力 现在是咱们国队的明将数一数二的大神了 那么左边这位呢是来自上海的天选 这位玩家虽然说不是天赋型的选手 但是他的努力 他是一位极其努力刻苦的选手 那么他主要是专精明将速通 所以说今天的两位高手的对决一定会擦出绚丽的火花 那么也希望大家和我一起为两位玩家加油 目前睡觉成是包揽了明将的四个角色的世界速通记录 非常的狠 那么天选目前是排行第二啊 那么今天的对决呢 角色是刀手啊 这个角色算是明将里面最平衡的一个角色了 攻击距离远啊 连击也快 短短1分40秒的时间已经来到了二关BOSS战的前面 好的 两位玩家并驾齐驱 首先将BOSS卡在屏幕边缘 进行摆拳 身后的小胖子距离远烧不到 一套绚丽的摆拳带走BOSS 一前一后啊 差距目前不到一秒钟 我就喜欢看这样的 好的 来到第三关啊 三关BOSS起手上去两个刀手并起 一套摆拳啊 这个摆拳呢可以边打边往前进啊 推方向剑的时候是在第二拳的时候往前推啊 如果是在第三拳的时候往前推 那么你的攻击速度会变慢 好的 这边引出第二波小兵就可以往前冲了 这边睡觉神是首先来到了屏幕边缘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藤甲兵啊 就是这个带着盔甲的这个战士 杀掉他就可以度过这个场景啊 只需要打他就可以过了啊 那么由于他会格挡 所以说最有效的方式呢 就是用摔头技啊去打他 好 睡觉神这边率先带走了这个大壮 来到下一个场景 名将的第三关的这个场景呢 属于咱们这个主角啊 忍者的老家啊 他在老家呢 有一个宿敌 所谓宿敌呢 就是格勒叶的敌人啊 叫宿敌 宿敌就是大和啊 这关的boss拿了个大兜 好 咱们睡觉神呢 首先来到boss站 那么看看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打啊 如果是极限速通 这球记录的话 肯定是上去直接贴身摆拳 卡住boss的背身位 因为起手boss的身位是向右转身啊 所以说 我们卡住他的背身去打 背身摆拳不容易脱手 天选这边呢 是出现了一点小失误啊 第一手没有抓住他 不过还好 第二波弥补到位 一前一后过关 差距目前三秒钟的时间 加油啊 好的 睡觉神这边来到第四关马戏团 K掉第一个小兵之后 进入第二个场景 第二个场景呢 会有两个炮兵 利用贴身板拳 带走炮兵 来到剧院中央啊 这个地方在那五角星的中央处 两个机器会向你一起开过来 左边的小兵 刷新右边的小兵刷新 一共四个 打完就可以进入boss战 好 这边可以看到天选是追上了一点时间啊 天选领先了 好 来到四关boss 星星啊 这个boss我们喜欢叫他星星 大星星 这个boss打法最有效的是贴身摆拳 上去 直接贴身 左三右三 明镜的摆拳分为近身摆拳和贴身摆拳两种 这个方式呢就是贴身摆拳和boss百分百重和左三右三啊 非常的漂亮 过关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放松一下了 来到奖励环节 最近大家也发现了 我就最近这个更新视频更新的比较慢啊 因为呢 这个 呃 大叔马上就要当爸爸了啊 我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 预产期呢 是在 四月底啊 最近由于这个不小心啊 让 这个 老婆 感冒了啊 孕妇感冒很麻烦啊 最近一直在住院 所以说我这边呢 也是 很难有时间回来更新视频 今天 老婆好转了 所以说晚上他说你赶紧回去吧 回去啊 更新视频去 所以是今晚就回来啊 给大家更新一个视频 那么在这里呢 给大家说声抱歉啊 最近这个确实 视频更新的比较少 也希望大家多见谅 那么后期呢 等孩子出生 一切顺利之后 我还会给大家带来好看的节目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 感谢 好的 又来到同一期跑线 我们的 这个竞争呢 又变得激烈起来了 所谓 前五关啊 就是一个开位餐 那么第六关才是真正展现玩家实力的时候 从第六关开始 整体的实力提升了很高 游戏的兵游戏的兵种呢 也是加强了很多啊 有远程兵 近战兵 啊 这边天选呢 由于开场这个 比较轻敌啊 开场的血量 已经进到一个非常危险的血量了 这个是不应该的啊 但是睡觉神这边的 也是出现了一点小失误啊 敌人比较乱 咱们打这个 速通啊 最好的就是让敌人在自己的同一个方向啊 不要被敌人左右包围 快速且安全的 路过这个场景 这边睡觉神已经领先了一个场景 所谓这个比赛啊 不失误呢 就不是人了啊 失误才是正常的 好 天选补完了血量 从实信心 两波小兵一起出来 这样可以缩短时间 但是大大的增加了危险性啊 我去 一定要小心啊 因为咱们这个速通技能啊 有一个硬性要求 必须是一命通关啊 好 这边睡觉神来到了boss站 在boss出场的位置 直接卡住他啊 大家注意看他站这个位置 身后的小胖子吹火 跟他不在同一条直线 这个站位呢 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站位 好的 天选来到boss站 不要慌啊 沉住戒 大家注意看他打的时候 脚步再往上移动啊 刚开始站的这个位置 会被小胖子吹火 但是他在打的过程当中 边打边向上移动 来错开小胖子这条线 完美的躲避小胖子的喷火 目前这个差距 大概有十秒钟的左右啊 游戏第七关 还没有来到最关键的时刻 现在说谁赢谁输 一切都太早了 那么相信今天大家看到了 我们这个两位高手的对决 看到这里已经感觉很过瘾了 今天感觉无论谁赢谁输 都能给大家带来一次 非常震撼的视觉盛宴 也希望大家多支持 咱们名将的这些高手们 为我们的付出 这个地方呢 小兵是比较多的 都是一些小杂碎 但是他们的数量很多 好 这边两个小兵打完之后 会补出来两个枪兵 好 天选这边是 寻生啊 战位站得非常的 非常完美 好 来到下一个场景 睡觉神这边已经接近BOSS战了 速度非常快啊 不愧是咱们目前的名将速通世界纪录 好的 睡觉神已经来到BOSS战啊 这个BOSS战呢 依然可以采用贴身摆拳的方式 它会下来和你自动重合 左三右三 非常的完美的卡贝 最后一下还是失误了 这个就要耽误一些时间了 因为BOSS一旦脱手 他就会发地藤式的飞腿 好 天选这边选了一个 更快的一个站位啊 可以说天选这些玩家呢 为名将的这个速通呢 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啊 他的努力呢 也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说他目前的成绩呢 也是非常可观的啊 排在睡觉神之后 好 双方都来到了第八关啊 我刚才说 前面的关卡还不要紧 那么第八关呢 就是一个分水岭了 那么这一关不但路上的 而且BOSS战也是非常难打的 相信大家在游戏厅的时候 都被第八关的BOSS虐过吧 复制人 那么我们一起来期待两个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带走复制人 好 天选这边是快马加鞭的往前走啊 把这个差距缩小一些 睡觉神这边马上就会要过门了啊 马上就要来到复制人的场景 上去杀掉上面两排的这个小胖 然后右上角的小胖 血量比较多的小胖先干掉 好的 打掉一个小胖 看有没有补给 打出一点补给来 接下来是电妞 四个电妞 好的 打出两个小雪啊 这个就应该够了 然后直接引出复制人 天选这边也来到了复制人的场景 咱们先看一下睡觉神 起手跟刀手贴身打三拳 但是他想后撤 由于距离太近啊 还是被打了 好 复制人要合体了 最后一下合体 天选这边也在打雪阶段啊 睡觉神这边先打两拳 再打两拳 打两拳 boss不会反击啊 看到没有 这个打法非常的聪明 打到boss一管雪的时候 就可以摆拳了 他现在等待一个重合的机会啊 但是boss很聪明 一直不给他机会 好的 这下并在一起带走 漂亮啊 非常的完美 需要成这个打法呢 就非常的胆大啊 好 看看天选这边 1v2 打三拳后撤 再打三拳后撤 再打三拳后撤啊 但是boss的距离太近了 被打了 好 完美的躲过了警察的喷火 再打三拳 再后跳 再打三拳 再后跳 这个刀手的血量还是有点高啊 所以说刀手还是有放AB的机会 现在呢 血量都见黄了 就可以摆拳了 摆拳 拉远距离 队长死了 就剩一个刀手 找机会摆拳 这个时候摆拳 他就不会反击了 完美啊 漂亮 但是 反观睡觉神这边已经领先了很多啊 已经来到了boss战的门边 睡觉神这边的场景呢 只要杀到这只看门狗啊 就是个铁甲兵 我们喜欢叫他看门狗啊 杀掉他之后呢 就可以进入boss战的场景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前的时间啊 13分56秒 多么的可怕 回想我们玩名将这个游戏的时候 最快最快 也得20多分钟啊 而我们的两位高手 目前的时间呢 是14分 非常的牛屁 打看门狗最好的打法呢 也是摔头啊 因为他也是会格挡的 所以说用普通技能打他 非常的不划算啊 好的 来到boss战啊 睡觉神这边 看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打掉boss 我估摸着肯定是摆拳的方式啊 和boss百分百贴身 左三右三 没有啊 他选择了抓摔的方式 好 第二波采用了贴身摆拳 那么这边只要不失误啊 这个boss肯定是带走了 咱们也准备看一下时间啊 14分48秒 睡觉神率先完成了名将刀手的速通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天选的boss战 那么正如我说啊 今天的成绩呢 无论谁赢谁输 相信大家心中 在这个对决当中啊 都是感受很多啊 天选这边起手 是直接暴力的左右摆拳 而且站位非常的完美 准备计时 15分18秒 可以说双方这个成绩啊 都是特别 非常非常好啊 无论结局如何 今天的这个 对决 相信给大家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支持点赞 留言啊 也希望天选和睡觉神继续努力 后期呢 为大家带来更好看的速通记录 感谢各位 我是大叔山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